近日,何悠君表哥王后杰发文透露西梦瑶二胎得女的喜讯,还曝光了宝宝的英文名。 喜讯传出后,网友祝福不已,纷纷表示,恭喜,两年爆俩,儿女双全。 不过,评论区也有不少负面争议,据其当初西梦瑶和何悠君领结婚证,顺利加入豪门。 同年,西梦瑶官宣生子喜讯,儿子何广深一出生就备受关注。 四太梁安琪更是豪赠4.5亿豪宅给何悠君一家三口安家。 西梦瑶也算得上市慕拼自贵,一胎宝宝还未满两岁之际,西梦瑶再次被拍到体态臃肿,现身产检。 不久后正式官宣怀二胎喜讯,刚复出不久就再度怀孕,对西梦瑶的事业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 而西梦瑶两年生两胎,其实也与豪门长辈崔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何悠君曾在综艺中当着西梦瑶的面提到了妈妈崔生二胎一事。 两岸琪采访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于儿孙满堂的期盼,笑着说孙子孙女当然是越多越好,最少也得有三个吧。 不过话说回来,要是自己喜欢小孩,家里也有足够的条件抚养,剩几个都是个人选择罢了。 还是祝福西梦瑶和何悠君喜获爱女,生活美满幸福。 不过话说回来,要是自己喜欢小孩,生活美满幸福。